首先我想問,剛才你們都提及到一些槍械的指引 槍械指引有一句說 除非決定射擊之外,板機用的手指是會放棄板機的護環之外 這件事其實先前,光頭警長也沒有遵守這個指引 其實國際傳媒已經報導過和表示嘩頁 覺得這是有失專業的 相信你們之前,我不知道有沒有留意開 如果有留意開《紐約時報》可能你都會知道 而我們看看昨天,包括射箱人的警察在內 我們留意到,至少兩個舉槍的警察 其實他們的手指也好像是一早放在護環裡面 那究竟,為什麼他一舉槍就已經會這樣做呢? 其實警察過往之前都有被質疑過 射擊方面會不會有過早開槍的問題 那麼這次是因為他沒有相關訓練,沒有相關常識 不懂得冷靜的專業處理,還是一早都打算一舉槍就要開槍呢? 這是我第一個問題 第二,我有點好奇 剛才提到最大面積的事情 其實我也不明白為什麼這幾個月,包括處長在內 你們都強調你們的範圍是最大面積 因為我們看過往以前的新聞報導 有些警務人員說過,以及在法庭裡面的一些相關證供 是說得很清楚,若果你們是無可避免地要開槍,是要射手腳的 那是你們的指引不同了,還是怎樣呢? 這方面想你們交代一下 還有,這次開槍的警察,究竟他有沒有停職呢? 有說法說,有些警務人員的一些聲帶流出 就說昨天有人就立刻抓走了附近的一些目擊者 是警務人員抓走了,以免去再說 我不知道啦,這些自稱是警務人員的人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另外就是,剛才提到就說,昨晚都好像在說了 就說,即時去處理傷者 但是我們留意到,就是那位你們懷疑那個可能會拖走傷者的人 若果不是他大喊的話 其實你們是有三分鐘,至少沒有理過傷者的 甚至是有人嘗試掩蓋那個示威者的口 可不可以說清楚 你們究竟當刻知不知道已經射傷了人 為什麼你們的處理手法會是這樣呢? 我稍後可能會追問,若果無法回應的話 希望你們不要介意,謝謝 好,首先有關於槍械使用 還有你第二個問題說是那個射擊的射哪裡呢? 這個,我給汪Sir去答 第二個就是有關於那個開槍案件的細節 就是謝Sir去答 謝謝 好,涉及到你說攀機手指放於攀機滑環外 你都很熟 其實這個是我們警隊的安全防禦法 是令到我們使用槍械的時候更加安全 這個守則是使用槍械的時候避免我們會在一個不想開槍的情況之下開槍的 但是昨天這個事件就是我們的同事就著現場的情況評估了之後 發覺需要開槍即時制停這個人 那麼這個安全一點 還有他應不應該開槍呢? 兩者是無關的 是呀 舉了很久的槍,這個就是安全防禦法 他已經在裡面 是呀,沒錯,已經在裡面 但是這個不會構成他開不開槍的想法 安全防禦法呢,就說我們確保我們的槍械 當我們不想開槍的時候呢,他是不會開槍的 擺了一手指下去呢,還有有沒有想著警告呢 我想是兩件事來的 整件事裡面呢,你說仔細裡面發生什麼事 剛才阿等Sir也說了 我們會有一個詳盡的報告,立刻去理解 那你說,喂,他的安全防禦法裡面有沒有做到呢 其實可能都是一個調查的方向來的,明白嗎? 所以呢,我現在只可以解釋給你聽 哎,為什麼他攀機手指不放下去呢? 裡面是不是意味著 他特意要想著開槍呢?那時候呢 安全防禦法,是我們每個同事呢 每次燒槍裡面呢,都教他們 使他們使用槍械的時候更加安全 但是這個呢,跟他開不開槍呢 是無關的 是無關的 我剛才又說了 使他拿著槍更加安全 以及他決不決定去開槍 是兩樣東西來的 令到這槍更加安全 可以是錯手 被人按之後錯手的槍都可以的 哦,這個 如果他一早 他沒有做這個專業的行為的話 其實可以是一下被人嚇身就開槍了 我相信呢,是這樣的 安全防禦法是否應用呢? 就要視乎我們的同事決定是否要這樣做 他當時如果使用槍械的時候 處理槍械的時候要最安全的 有六點 我們一定要一直跟著做 這六點呢,是建議 令到他處理槍械更加安全 跟他決定開不開槍是無關的 他能否令到槍械更加安全 和決定開槍是無關的 另外就是,你剛才說的 我們說回你說劉警長 拿個長槍出來 他的手指放不放下去 其實我們除了令到槍械更加安全呢 我們有兩件事想 第一,要怎樣去處理槍械 第二,槍械本身有沒有保險制 有沒有一個安全裝置可以給我們 如果你說我現在這麼無斷 他沒有做錯的話 就要看一下槍械有沒有安全裝置 如果安全裝置啟動了 其實大家都很清楚 是不能夠發射的 那所以呢,我… 其實這個呢,你告訴我 我就盡量解釋給你聽 槍械上面的使用,的想法 至於你說,我覺得國際是否誤會了我們 這個就是,不是我可以決定的東西 真實的例子 我會不會叫你們將來的情況 真實的情況 那就對了 那接著呢,你又說 是不是打手打腳真實例子那些 Court Case那些 如果你說哪個案件出來說 一定要打手打腳呢 其實我現在沒有在手 我沒有在手 但是呢,我很清楚了解呢 就是說,我們警方 剛才我已經說了 我們開槍是為了制庭 制庭這個人 那如果你說,當時 他在我面前 只有腳在那裡 或者腳是最大面積的 記不記得我們剛才說的 是身體最大面積 我們看到的 見到的最大面積打下去 是吧 那我相信呢 這個無可厚非的同事 為了打中這個人 不要讓那個子彈 去傷害到其他人 這個是正確的選擇來的 你要記住我們開槍的目標呢 是打落一個我們想制庭的目標 所以我們一定要打中這個目標 才達到目的 如果我們開一槍 是打不中這個目標的 而有機會打到其他人的話呢 是會傷害無故的 但是你說 那邊見 第一條說 剛才說至少兩個警長 除了開槍個案之外 另外一條 應該是由美的警長 都是一組 沒有按著那個守則這樣做的 究竟你們是否完全不需要這樣做 或者這個呢 其實呢 汪Sir說得很清楚 就是說 這是一個安全防禦法 安全防禦法的意思就是說 我不是想開槍射的時間 只是 不是想 我沒有想過用的 我的手指不要放在班機裡面 安全一點 但是呢 你剛才說的實際的情況呢 可能他的生命覺得 已經開始受到威脅了 有需要用 而放在手指上去 那麼 手指純粹在手指放在班機呢 這是不是代表違反的規例呢 不是的 剛才汪Sir也說 這個安全防禦法 它要 是在一個這樣的情況 安全 例如在把牆 平時我們不是射擊時間 這樣做就跟這個防禦法 但是 是不是代表手指放在班機裡面 違法呢 就是違規呢 這要看情況 我不是很同意你的看法 其實 沒有一個警察 你一開始想開槍 拿出來喝 我剛才所說的就是 這個安全防禦法呢 你想是 在很安全你都不想開的情況 我只是把槍拿來拿去的時間 手指扒機就不放下去 這個汪Sir也說得很清楚 我這個情形剛才所說的 我們有個詳細的調查會做 但是 當他不排除 他為了要拯救自己生命 或其他生命的時間 可能很快要去 用之槍 而把手指放在班機裡面 這個情境 我們看不到有什麼錯 汪Sir 你回答完了吧 我回答之後那條 剛才你提及過 開槍的警察 需要不需要停職 以及一些 關於救援的情況 我想第一件事 其實剛才都說過了 其實昨天的事件之後 我們在很快的情形下 已經做了一個初步的調查 就已經確定了 他那一刻是一個合法合理 去開這一槍 而這個同事 亦都是很專業地拯救了 當時其實睡在地上 被人用很多硬物和滋物襲擊 同事 亦都避免了他拿那支警槍 是有機會被人搶走 因為其實在網上 大家都應該很清楚看到 其實是有教人 用一些硬物去襲擊 持槍 警察的手去搶槍 我覺得昨天的同事 在初步的調查之後 其實我們有一個結論 就是 在現階段 我們認為他是有一個 合法合理的方法 去開這一槍 而拯救了同事 以及避免搶槍 我看不到有什麼原因 一個盡忠職守的同事 是需要停職去接受調查 但是我想先回答 另外一件事 其實我們對這個案件 非常重視 其實這個案件 現在交了給新界南總區重案組 調查 他會將開槍的事件 連接襲擊的事件 一併會由新界南總區重案組調查 所以大家放心 這個調查一定會很嚴格地進行 而就著你剛才說 三分鐘的事情 我想我必須要說 雖然我不想重複 但其實我們要看回那一刻的大環境 其實是有大量的暴徒去襲擊我們警務人員 先導致我們需要開這一槍 而開了槍之後 剛才在片段裡面很清楚 其實那個危險是未完的 包括開完槍之後 其實是有一個汽油彈在很遠 扔過來 幸好扔不中我們警務人員 也扔不中受傷的人士 而期間我們其實是圍住了一個受傷的人士的時候 仍然是有磚頭不停地扔過來 可以大家回去看一些片段 我想大家如果有學過急救的記者 或者所有朋友都好 其實我想進行急救之前 第一樣最基本的條件 就是要確保現場的環境是安全 才進行急救 就不是說一有人受傷 我們不管安全 第一時間就掛著急救 而在那一刻其實我們做了一個基本的防衛 之後其實那些暴徒已經離開 共安全回來的時候 其實我們已經緊隨 有一些具備有醫療能力的同事到場 也都處理他的傷勢 有提供這個氧氣罩 以及用一些基本的方法和止血 所以我覺得大家不應該 就不提一些那一刻現場的危險 那一刻其實我們是處理著一個 很嚴重的一個暴力現場 那其實在三分鐘之後 我沒有計算的時間 你說三分鐘 三分鐘之後 危險遠離了之後 我們立刻為這個傷者提供一個基本的急救 我看不到在救援上我們有任何的延遲 CNN 手腳到底是改了指引還是什麼 你剛才沒有直接回答過 手腳最大面積那樣的 究竟是改了指引 還是怎樣 應該不確定會變成最大面積的 是停滯的範圍 以及停滯之外 過往你們是一定的先停滯 再看看個同事究竟是正確還是錯 以前一直這樣做 以事公正 現在速度快成這樣 一晚又可以規定到甚至幾個鐘頭 可以斷定到合理合法 我想這樣 我遷就你的問題 我明白大家 其實未必清楚所有案件 警務人員在開槍之後 你說是所有警務人員都先停滯 這是一個錯誤的說法 我們是大部分的警務人員在開槍之後 我們是先會做一個基本的調查 確認那一槍是否一個合法合理的開槍 如果我們有一個初步的斷定之後 警務人員是不會因為他曾經開過槍 就要停滯的 這個我必須要和你澄清先 而第二件事 你剛才說過 Center Mars和手腳 雖然我不是行動那邊 但我都嘗試回答 其實從來我們都是 如果開一個致命的武器的時候 基本上我們都是會 目標就是Center Body Mars 就是中心位 但是我相信你會有少少 你會對其他槍械使用的 一些principle 可能不太清楚 原因就是 部分的一些非致命的武器 其實我們在開槍的時候 是會打它 一些叫做主要的肌肉群 那些呢 例如我們所說以前的一些 橡膠彈 那我們的目標 是會打它主要的肌肉群 就包括手腳 那我想呢 你可能對不同的槍械 那些指引的那個 認識不太多 但是不要緊 我借這個機會呢 都就是說 其實不同的一些裝備 其實的指引都有不同的 那我想不能夠 用一個裝備 就應用在所有的情況裡面 那這個 看法呢 未必公平 謝謝 謝謝 好 最後三個